大家好,我是藝術導覽小尖兵劉嘉瑜 今天我要介紹的昆蟲是蟋蟀 每當太陽下山後,白天在睡覺的蟋蟀就醒過來 開始演奏音樂,但是它們可沒有好歌喉喔 蟋蟀的音樂是透過翅膀左右摩擦所發出來的 為了擺點下一代,它們也是靠著生命危險在明降 全世界的蟋蟀也有三千多種,台灣也有七十一種 今天讓我來為各位介紹黃斑黑蟋蟀 在中國明朝時期,有位村宗皇帝非常喜歡豆蟋蟀喔 而在台灣中南部的黃斑黑蟋蟀,就是台灣豆蟋蟀的主角 它的俗名為烏龍仔,因為它的頭、前胸背腳、身體以及三隊族均為黑色 翅膀前端有兩個黃斑 黃斑黑蟋蟀的熊蟲,天性好豆、敵意性強 粗壯的腿有優越的跳躍能力,口氣也可以用來咬住敵方 它可是蟲蟲樂團裡的紅角色 黃斑黑蟋蟀大多在夜間鳴叫,聲音很亮尖銳 在台灣相當常見,道路、草地、農作區都有他們的蹤跡 我的導覽到處結束,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